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感谢您持续锁定这节1300整点新闻 我是林荣 马上来关心台中国中生绑架案 巨星的监视器画面曝光了 光天化日之下呢 人来人往兄弟党绑匪却丝毫不畏惧被发现 被警方私下称为绑架菜鸟 轻易的让身为菜商的肉票父亲呢 靠着杀架把赎金从200万砍存20万元 讽刺的是绑匪脸书还写着立志留言 别羡慕富二代却因为缺钱绑走了国中生 严重的车祸意外带您关心上午9点多 北二高机垄断德安交流道口 一辆水泥车不明原因翻覆 压到了一辆自小客车 还有一辆竞选宣传车 宣传车上驾驶呢 当场没有呼吸心跳 水泥车驾驶则是受困命违 一样是意外消息 今天凌晨1点多 在台北市善岛四捷运站附近 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 一名男子骑机车闯红灯 被载客的计程车拦腰撞飞 机车骑士腾空飞起在重衰路面 而机车车呢 也失控撞到路灯后 整台车侧翻才停下 这惊险的一瞬间 群被后方轿车的行车记录器给拍响 中国山东发生一起夸张的交通事故 当地交警在执行时 一名男子因为无照驾驶 想要躲避交警盘查 于是呢 他直接开车冲向人群 一名交警想要阻拦 却被顶在车子前方行驶了1.7公里 过程中 这名男子还连撞四名路人 其中一名还是孕妇 行径相当嚣张 国际抗议场面带您直击 西欧国家比利时 工会号召反政府示威 超过10万民众上街游行 抗议新内阁准备实施 更严苛的财政紧缩措施 不到最后 示威变调 民众烧毁路边汽车泄愤 还丢10块袭击警察 双方爆发冲突 我们将焦点转回国内 柯文哲办公室的监听事件 现在竟然演变成 电信业者说原本没看到老鼠尾 联盛文总部总干事 蔡振元痛批这个监听事件 根本就是自导自演的乌龙 至于是谁放上老鼠尾 蔡振元点名 姚立明 简余燕 跟张景森三个人 最有可能 柯文哲一事遭到窃听 检警调查发现 柯文哲的政策办公室 就是政策总监张景森名下 台湾都市更新公司分租出来的 而三楼的应援线 都通到张景森的办公室 会议室并没有电话 柯文哲七月后 也没到这里开会 让检警怀疑 如果要监听 到底要监听什么 台北市长候选人 第一场电视辩论 将在今晚八点举行 联盛文到今天 都没有形成 闭关做准备 竞选总干事蔡振元说 蔡振元说 联盛文面对这场辩论很积极 将会主攻专业领域 以财定议题为主 歧视女性议题 柯文哲参与中国器官捐赠争议 也都是主攻的重点 而他的妻子蔡一山 也将会全程陪同 为了替丈夫加油打气 这回联盛文的行头 也将由蔡一山一手打理 继续带您看到 新北市国小一名四年级男学童 因为被老师处罚 下课只能待在教室 如果要上厕所 就必须报备才能离开 小男童这个礼拜一下课时间 私自跑到一楼去捡广告纸 竟然遭到了班导师痛打 不但是掐脖子 怒打耳光 过程中还当着全班同学面前 收入这名男童 是没爸的孩子 好一样也是体罚过当 高雄市一名小一男生 疑似因为没有照老师规定的方式扫地 竟然被老师徒手抓后警 造成了明显的挫伤流血 虽然老师事后有不以为意的 向家长表示不好意思 但是前后的说法不一 一下坦诚有用力按压学生脖子 一下又说是为了保护孩子 孩子被老师这么一家一掐 不但半夜常常做噩梦 连学校也不敢去了 大周立东这节气 天气也跟着起了变化 从今天开始 东北季风转强 降雨量也会开始慢慢的增加 尤其是本周日到下周一之间 各地都会有明显的降雨 通常天气一冷 民众都想要吃点热乎乎的东西 虎锅店肯定是大排长龙 除此之外 也提醒您天气渐渐转凉了 也要多多注意家中长辈的保暖 传道小吃 马蜀是不少民众爱吃的甜点 位在台北行天宫附近的一个小摊位 天天大排长龙 而且每个人现买两盒 这么抢手 老板说没有特别的秘诀 就是新鲜 每天都卖完 得在凌晨准备材料 不过购买的人潮实在是太多了 就算十秒钟包一颗都来不及 另外在台北朝附近 也有一家主打客家口味马蜀 传承40年的做法 吸引老韬半夜上门 另外百货公司周年轻 也是吸引民众排队来抢便宜 而化妆品竞争最激烈了 现在各家流行推出 买赠品送赠品的优惠 那是赠品而是一模一样的商品 等于是买一送一 以一瓶2000元粉底液来算 买赠品送赠品就能限占2000元 跟以往小莫数的迷你赠品 价差就可以差到25倍之多 千呼万唤 吴宇森指导的电影《太平轮》 台湾版正式预告昨晚首度曝光 两分钟的片段 金城武二度新闻长则雅美 尽管只有短短几秒钟的画面 却在网络上引发讨论 而金城武之前在坎城提到 太久没拍吻戏了好尴尬 毕竟距离他上次拍吻戏是 8年前的电影《商城》 当时他和女星舒淇的《街头勇吻》 太投入到连导演喊咖都没听的 另外就快要跨年了 电影女神谢金燕已经连续三年 都在高雄一大世界跨年 每一年都是收视率冠军 但是今年一大公布 2015年的跨年卡司中 却没有谢金燕 原来爱卖关子的姐姐 对于表演的内容跟长度都保密到家 今年会在哪一个县市跨年 谢金燕不到最后关头 不透露 台北市长选举首场电视直播辩论会 今晚登堂 联合两人将会正面交锋 而双方对确定风波的回忆 也费受关注 另外今天是立东传统新俗 要进步准备过冬了 就这样的案件比平日还要多 呼吁驾驶人久后不开车 更多的新闻内容 欢迎拥抱同步 欢迎您掌握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黑心有风暴持续延烧 到现在把火也烧到警察身上了 新闻市警局配合政府启动静安专案 击查侠内相关的水平工厂 没想到却意外查到自家人 一名44岁的保安大队远警蔡耀德 从民国99年开始承接经营饲料工厂叔叔的业务 利用下班时间收购回收费油 4年来获利高达340万元 而且这些费油还有大批流禁正义公司制成黑心油 另外来关心北海油脂将黑心油混从猪油贩售 上个月早就被查出 但是台南卫生局直到半个月后才查封下架 还坚持之前检验都是合格 但是油真的没有问题吗 有一名油上爆料 北海的负责人野心很大 不只卖统一 原本还想要进军大陆跟日本 结果被发现品质有问题 打回票 日本大陆都嫌恶心 为何只有台南市府坚持检验合格 多年来从没发觉放任北海黑心油流通全国 北海猪油让一堆名店沦陷 台中有两家吃得饱餐厅 包括台中牛排馆还有享食天堂 平常提供上百种食材 使用到猪油的只有单量商品 该怎么补偿顾客其实很伤脑筋 那buffet该怎么退费才能双赢 可是有没找的 如果半退或是退八折 对于消费者和业者来说 两边比较能心服口服 同样是食安问题 提醒您可别以为重组牛肉 只有在夜市或是平价牛排店才会吃到 我们实际直级连锁餐厅 点了较为高价的非力和沙朗牛排 外观规则平整肉质吃起来超级Q弹 实际把餐厅牛排给专业餐饮顾问力吃 明明是两个不同的牛排部位 口感味道却都一样 尤其跟现尖圆块肉一比差别更明显 因此提醒民众可别以为肉块 看起来完整又丰厚就是圆块牛 说不定也是零碎肉块组合而成 苗栗监里站会同警方进行学童交通车大西查 赫然发现有安亲班5人坐车辆 竟然违规超债11人 四名学童还跟书包挤在后车销令人责舌 截至10月底光是非法改装座椅和超债 一共就蓝查327辆 去年一名工人发现一台ATM零6000变成3万元 竟然动词歹念 旧朋友一起狂临14次 临走了30多万 昨天判决结果出炉 这名男子依照诈欺罪判居70天 而被揪了一起到里的友人 则是还起诉处分 诈骗事件频传 就读台大的徐姓女大生上网拍买衣服 但是却接到了诈骗集团的电话 要她转账 眼看16万元的存款就要被骗光了 但还好激紧的远景急忙制止她 但是徐姓女大生还是对诈骗集团的话深信不疑 远景经过一个小时的苦劝 才终于让她相信自己被诈骗了 平板电脑大战传出苹果打算 推出大只老iPad来挽救低迷的买器 市场盛传iPad Pro萤幕大小 可能直逼13寸 而对手微软也积极的进攻硬体市场 还砸钱赞助CNN 让正论节目桌上曝光service平板 不过却被抓包 名嘴们只是用service来架自己的iPad 很多消费者喜欢买苹果公司的电脑或手机 因为苹果长期以来标榜百毒不清 消费者没有中毒的疑虑 不过苹果公司已经证实了 有一种电脑病毒专门锁定iOS作业系统发动攻击 而且感染电脑只需要透过一条USB线 就会将病毒传到其他连接装置 根据统计过去半年已经有数十万人中毒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 网络有一位阿嬷学注音符号 自创台语谐音记忆法 搞笑到让人喷饭 阿嬷认真的想哭搜谐音 绞尽脑汁的模样 不仅网友大赞可爱 37个中音符号 阿嬷一口气就背出了33个 扑风摸的台语记忆法创意又爆笑 同样很搞笑的来看到之前的新中奖 曾经虽然说台湾本土剧都爱演老梗 不过现在就连外国电视剧 也爱这种浮夸的信嘛 但是因为语言的关系 有网友就自制了中文 KUSO字幕变成了搞笑剧 来看到美式大卖厂的超级大熊 让很多消费者疯狂 这股可爱风热潮呢 其他的大卖厂也看到了 发系大卖厂推出47寸的熊熊娃娃 要价不到1000块钱 还刻意把熊放到椅子商品上面 结果一个月卖了2000只 连带的使椅子的夜市也多出三成 本土大卖厂也推出49寸的玩具熊 要价1000出头 开内三天销售量也已经破百只 放玩具熊的床一样询问度大增 非常感谢您收看这节的 淮宇整点新闻 也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是凌蓉 我们再会